皇后生气不仅是因为其贵人提到了述出这一敏感词 还因为其贵人话里话外都在贬低述出这一身份 众人都惊呆了 这其贵人真是杀得敌我不分影 可以发现《甄嬛传》中的每一个角色都站得住脚 他对剧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不是仅凭三两句台词就草草带过的 竞飞的形象是老好人热心肠 这一特点在许多戏之末节中都有体现 就比如线下齐贵人得罪了皇后 和这件事实上关系没半点好处 同时齐贵人的路人缘又非常差 竞飞大可以在一旁看戏 可竞飞热心肠的性格还是让他选择出手相救 同时赋予竞飞这一性格特点 让前期的许多剧情都变得合理了 就比如竞飞屡屡帮助主角团的行为 是因为竞飞的性格释然 如此就让剧情顺利推进 也因竞飞的性格大大削减了 所谓主角光环带给观众的突兀感 本宫都说过了 后宫同为姐妹 自然不会计较的 齐贵人精准踩中了皇后的雷区 皇后当然会生气了 但为了维持她贤的形象 她只能把扯扣器压下去 咱就说这齐贵人和昔日的夏冬春有什么区别吗 齐贵人的幸运之处就在于 没敢在后宫最凶险的时候入宫 且吃了功臣之家的红利 同时她对皇后还有点用 不然呀 怕是会下线的更早 这个时候也给了安令戎一个镜头 此时的安令戎在想什么呢 可能又那么一点担心皇后会继续生气吧 但更多的是庆幸 之前的视频中有提到过 家世豪长相美丽的齐贵人 入宫给安令戎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她担心齐贵人会分走 自己在甄嬛皇上皇后心中 那本就不多的地位 但如今她没那么担心了 有家世有美貌却没有脑子的齐贵人 想来也掀不起多大的风浪